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未知的大型情感节 外情宝月站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请到的三位老师是谁 他们是著名作家 新汤米娜老师 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左岩老师 图里老师 欢迎图老师 来吧 了解一下这对嘉宾朋友的基本情况吧 各位请看 我还在是2014年结结婚 因为之前我脚受过重伤 换后来前前后后做过几次手术 之后我就自己做了一小生意 但是一直不是很顺 16年的时候我就进一些木料 自己回来加工成玩玩手串之类的来卖 就是因为我赚得比他少 所以他总是在生活当中对我挑三拣四 他总骂我窝浪 在生活当中方方面面都不尊重我 我真是一人再人 而且现在他越来越过分 我真是过够了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男嘉宾李先生34岁来自湖南个体 女嘉宾刘女士34岁来自湖南美龄师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结婚三年了 是吧 对 孩子有吗 有 两岁多了 对着镜子在诉苦 是吧 那是内心的一个声音 是 觉得他欺负你 看不起你 太厉害了 太强势了 对我太凶了 不给我留面子 资料上说是个体在做什么呀 以前做生意有过一次失败吗 后面就买一些那种木料回来 自己加工成这种玩玩手串 卖 挺好吗 但是我收入比他少 然后他就不想让我干这个 他可能就觉得我这个人 不适合去再去做生意 或者去创业 他就想让我去上个班什么的 但是我就觉得 还是肯定要自己创业会好一点 他就一直反对我了 然后就经常在生活当中刁拦我 说我这做得不对 那也做得不对 反正就是想让我去上班 然后我就让他说 那这样子吧 你同意我在家里弄这些东西 你能开什么条件 他就说 那就是我家务全包 然后小孩我钱带 我以前根本就不会做饭的 我就学着做 我做得不好 他也要骂我 然后我拖地 有头发没拖干净 他也要骂我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就很委屈 很憋屈 他做第一次做生意 我也没有反对 他做了生意之后 那一次就全部亏掉了 家里的开支 都是由我一个人能承担的 他不说他做这个文丸是吧 对对对 这也能挣一些钱贴补家用 他是这样子的 这一次进完了 过段时间手上有点钱 又去进 就不给我们家里一点点 开支都没有 全部是靠我这一个女人来维持 作为一个男人你得挣钱啊 我是在挣钱 钱呢 在货里喽 那就是还没挣到嘛 可以这样说吧 然后你就开始各种刁难他是吗 这个刁难也不算刁难吧 你还不算刁难吗 天天在外面上班 家里的小孩你看一下小孩做个饭 这也叫刁难吗 主任说在这里我很委屈知道吗 我在家里做个家庭主栏 其实已经就 在社会上来讲 已经就是挺没面子的事情了 很难说出去啊 然后他就继续继续地给我加条件 然后不是外面上班回来之后 就让我在家里给他按摩啊 给他洗脚啊 我就觉得他好像在家里的地位 就已经变成一个 皇太后啊 那我是什么 大爷这叫做房太后啊 我累了要你按个摩又怎么了 这也不过分啊 我还低心像是 明着笑脸去外面赚钱呢 所以他不赚钱 你认为是最大的问题是吧 是啊 我在外面上班 他就在家里喝酒抽烟 一帮朋友 小孩子呢 就一个人丢在一边 透过什么意外 谁来负这个责任呢 主持人是这样子 我做这一行 其实就是需要有些朋友 来看我的东西嘛 我这样才能卖得出去东西嘛 我就基本上 在他不在家的时候 我才会约朋友 过来我家里看 有一次呢 就有几个朋友来了 然后我们聊得挺开心的 聊得挺久的 然后当时也是喝了点酒 当时我也做成生意了 结果呢 他一回来 就跑到房间里面来 你能我的耳朵 把我拖出去 在外面熏一动这样 梦得我很没面子 朋友还出来 坐下合适老 结果他还去怼我朋友几句 他也没面子 是这样子 我回来的时候 看到小孩子一个人 在那里玩呢 对 你可以 找朋友走 再收拾他边 这也是我气到头上来了 谁也不知道 有的时候 视野有成论的时候 对吧 他就是脾气太直了 我也承认 我是这一点是不对啊 他承认不对 没用 他是这种人 要发脾气 他就马上发脾气 他绝对不会管 现在是在什么场合 我面前有什么人 他从来不管的 我们在朋友出去吃饭 一点小小事情 他就可以当着一座人的面 就直接给我都发脾气 连到我家人面前 他也是一样的不给我面子 前阵子我父亲是过大寿 然后我弟的带了他女朋友 第一次回去 我就想着 我们也可以一家回去 大家团圆一下 他就不回 然后我们为了这个事情 要吵架 那你要说到这里的话 我就跟主持人说一下吧 其实这个也不是 我故意不想回家的 因为小孩从出生到现在 他也没有跟家里 一分钱的开支是吧 我那天有意了 就看到他手机里面的账号 给他家里人 经常有打钱回去 那你说他没有钱 怎么有钱往家里人打 那你要现在这样子说的话 我要是请个假 跟他回去 没做事没钱赚 那这个收入谁来负责任呢 我也不是有意不回家的呀 其实他是有私房钱的 没给家用 给了自己的家人了 是这意思吧 是啊 是这样子的 我那不叫私房钱 就是有时候偶尔 有做成生意了 有点手里有点钱空出来了 家里有点钱空出来 应该是妻子孩子 你们自己的小家呀 那么困难 妻子挣钱 他就是永远是这种 小家的观念 他不会把我那个大家的 不是你先拿小家幕好 你在给大家没有人有意见啊 你没给小家一分钱是吗 也没有 他说的太严重了 怎么可能会一分钱都没给呢 只是说 我承认是说给的少 我们自己钱你很少很少 我弟弟还没结婚啊 我总得还是要帮家里考虑 我父母他们也赚不了多少钱啊 是不是这样子 一定要做这一行嘛 我听好你要做这一行 压很多货款是吧 对 因为之前我进的货 基本上都是存着没有卖 我这个应该还算是一个 起步之后的一个成长期吧 但是这个可能成长期会比较长一点 大概多久啊 估计的一个五年以上吧 哦 妻子是等不了了是吧 他着急嘛 他好像就好像马上要变成现钱 他说要把我东西都去卖掉 怎么说呢 我这东西现在不卖 我过到明年或者过到后年 他就可能是翻倍的去增长这个价值的 他也有可能是翻倍的低是吧 也是有这种可能吧 他肯定会 但是他这个脾气火爆嘛 经常为了就是你吵架 嗯 那你这个就变成五里顿了 到什么时候才有钱啊 哦 呃 你们家孩子多大 两岁多一点吧 谁在帮着带呢 我们自己带 就是我在家里带小孩 是不是他带孩子比你带的稍微多一点 我比他带多 也可以这么说吧 这不也在给家里尽力吗 但是我觉得 作为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条件 要租房子住 那小孩又马上要面临上幼儿园了 这个愤怨怎么办啊 他拖了这么多钱在里面 便不能现出来啊 我这个东西能赚钱的 你要相信我 我能赚钱的啊 这是现在我没有赚的钱 但是以后是可以赚很多钱 可能比你还赚的还多啊 你是离开这个其他都不会做吗 去上班也是能上的 但是我不愿意去的嘛 我怎么可能把我前面的心血 全部丢掉不要来 不可能的了 那这个刚才也说过了 也有可能下面就是爹嘛 如果他爹了怎么办 爹来了可能就很多年 翻不起身了 那怎么办呢 就是你怎么面对这个家开 害了我跟儿子是不是 我问夫妻几个 共同的问题好不好 请问在家里带孩子 而不工作 算不算这个人 给家里尽了义务 这个也算是尽了义务 算吗 我觉得是算的 夫妻双方有一方挣钱 比另一方挣得少 是不是另一方就有权力 来指责挣钱少的那一方 这也不是 可以还是不可以 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做 接下来我还想问啊 就是当一个家庭出现 这样或那样的困难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夫妻两个人 共同来共渡难关 是 当一个家庭的经济收入 真的很糟糕的时候 我有两种谋生手段 一种谋生手段 是让我家的孩子 和我的妻子 是衣食无忧的 这是一种方式 还有一种方式是 我要把未来全都压进来 来赌一件事情 而现在是什么样的 我不管 因为我相信 未来一定能成 我还是要赌 如果败了呢 我不怕失败 我重新再来 你问他嘛 你相信我啊 我怎么相信你啊 先生 我问你啊 你老婆说 我在家里研发一个 特别厉害的东西 五年以后 一定不让你那么辛苦 我一定成 现在家里的钱 都是你来挣 你挣得辛苦一点 你接受吗 我接受 但是我可能 你接受不接受 我接受 接受是吧 对 然后你发现 这个家里面 就是你一个人在挣钱 很累 突然有一天发现 你老婆捣鼓这个东西 不是没挣钱 也挣到钱了 但是这个钱呢 给了你丈母娘 而没放到你这个家里 你心里高兴吗 那也会不高兴 这不都是你做的事吗 所以女士的这种愤怒 我是理解的 就是你可以挣钱少 但是你不能说 你在挣钱的情况下 你把钱还给了别人 所以是不是有时候 他训你的时候 你也只好委屈求全 所以我是一直在忍着 你不忍又怎么办呢 所以我特别担心 也许明年你那个就 特别挣钱了 你会怎么样 我觉得我不会像他一样 所以这对夫妻 应该怎么来调整 就是在这个现实当中 怎么去调整 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刚刚赵川老师问的那个问题 您说了 您不会像他一样 对 但是您呢 您愿不愿意在您的丈夫 像您一样挣钱了以后 在家里替他捏脚 按摩 带孩子 不带朋友来 我可以做到 您还可以改改您的暴脾气 我可以 他如果看到您跟小姐妹聚会 可以拎着您的耳朵 把您揪出门去 这样子我不接受 那为什么您就可以 这样对他呢 那我刚刚说到 我可以改的嘛 脾气嘛 您对于他来讲 最大的不满意 来自于的是 他没有一个 让你觉得有安全感的 朝九晚五的工作 对 是这样子的 所以 即使明年 他的那些文丸 能够挣到钱 但您还是会担心 后年怎么办 您在他身上 看不到一个稳定的未来 对 对于您来讲 我也有一些朋友是做文丸的 但是他们多半呢 是把它变成一个副业 很少有人去主业 真的是去搞文丸 为什么 因为您要把您的东西卖出去 所以您肯定是需要广结朋友 您的社交圈必须得广 您认识的人 可能要对这个有兴趣 并且还能给你带来其他的人 对不对 对 而您如果守在家里带孩子的话 您的朋友只会越来越窄 对对 所以对于您来讲的话 您也需要一份工作 文丸不需要你一天到晚 在家里头每天车珠子 对吧 您可以把车珠子的时间 放在下了班以后和周末 对吧 那么也就是说 其实您有大把的时间 是可以做一份正常的 朝九晚五的工作 哪怕收入不高 您的太太并不希望说 您一上去就去做一个 什么公司高管 拥有自己一个什么什么的 他只是希望你能够 有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 而且对于您本人来说 丝毫没有坏处 你可以认识更多的人 你可以把你的东西 推销给更多的人 当然现在对于您来讲 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前几年的时间 您在带孩子 对吗 对 而您的太太 却不感恩这一点 您要知道 我接触过的很多对的抱怨 都来自于妻子认为 我在家天天带孩子 而我的丈夫对我呢 却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 不但不给我零花钱啊 而且还对于我怎么 消费自己的钱 都还有意见等等 这是妻子们的抱怨 但是你们家角色 一换了以后就是 您不感激他带孩子 您不给他零花钱 您还抱怨他 一边带孩子 你居然还敢不挣钱 您口口声声说 因为我是个女人 但是您没把他当成男人 您在这里做女人的时候 就是一心想做大女人 您又受不了大女人 身边有一个小男人 您还希望他成为大男人 在这一种情况下 是不可能的 两个人其实都很容易解决 您必须得调整的是 说话方式 对于男人来讲 你说什么 有的时候还真不重要 但重要的是 您用什么方法说 您一旦拎着他的耳朵说 他就会回到了十几岁 他妈妈教育他的时候 妈妈教育孩子 孩子永远只有一个信念 那就是叛逆 我要叛逆到底 我不能明着叛逆 我就在暗处叛逆 总之我不会听你的 对不对 所以您只要改变了沟通方式 可能您的先生 是愿意跟您沟通的 然后对于先生来讲 您的太太 希望您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您可以把孩子 三岁后送幼儿园 您所挣的这一点钱 可能只够付幼儿园的学费 但是对于您的太太来讲 她已经得到了安全感了 因为这计解决了 孩子出去读书了以后 丈夫有大笔空闲 时间不知干嘛 她心里有担忧 同时还解决了 丈夫可以替我的孩子 承担这一个教育经费 她的心里头 又会觉得有了一些安全感 两个人稍作调整 事情就解决了 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婚姻类型 女强男弱 女强男弱一般分两种 一种就是经济上的 女士赚钱赚得多 男生赚得少 另外一种就是性格上的 你们两个刚好是混合型 这位女士不仅仅是赚钱多 而且脾气爆 洗衣服做饭带孩子 家庭主夫 这样的朋友呢 我们也见过 但是回家以后 还得给媳妇按摩 洗脚 就比较少见了 一般来讲 像您这年纪的男生 给亲妈洗脚的都不多 对吧 女士您是在美容院工作 对吗 对啊 好 那会遇到很多很难缠的个人 他们觉得自己花了钱 我就有资格在这享受 女王般的待遇 您把这样的身份 带回到了您的家庭当中 你把在工作当中 受到的压力 情绪 转化给你的丈夫 其实是很不对的 是不对 这是女士的问题 男士就没有问题吗 同样有 赚钱赚得不多 当然我理解 男人的事业 三起三落过到老 对吧 我们现在正处于 人生的低谷 但是赚了钱 不给小家 就往老家寄 不是不可以 给家人寄钱 要跟我打招呼 要跟我商量 这是一种 彼此的尊重 不然你就会 更加地加剧 他心里的这种不平衡 所以给到你们两个的爱情建议 就是首先先生这一边 不要给我画饼 跟我说你五年之后 能赚多少多少多少钱 女人要知道下一顿饭 家里吃什么 所以你要调整你的事业重心 然后来平衡家庭 女士 不要给男人难堪 自尊心一旦受到了创伤 他会异常痛苦 所以要给他支持 鼓励和温暖 做一个妻子应尽的责任 好吗 好 希望你们可以做好调整 祝你们幸福 谢谢 你给他洗脚 对 你洗脚是心甘情愿的吗 不心甘情愿 你们两人一定想过一个问题 我们俩在一起 到底是谁 离不开谁 或者说这个家 谁更重要 你的答案一定是我 是这个家里的主心骨 他离不开我 对吧 要不然你能那么直高强吗 而你也默认了这种想法 是我是离不开他 至少我暂时我离不开他 对吧 其实在家庭生活当中 最显而易见的就是经济的承担 但最难看到的 恰恰是默默的付出 谁扔了几个钱在家里 大家都看得到 但谁干了多少活 往往看不到 你 只看得到自己扔了几个钱 但却没有看到他带孩子的不容易 男生你显然不是在做生意 你是那爱好 做任何事情 无论是怎样的一个销售方式 我们都要见到利润 见不到利润 那我只能说你只是个文文的爱好者 你这个舍不得卖 那个舍不得卖 都囤起来 你怎么可能见得到效应 其次 你的这种不顾小家 为大家的这种想法 其实也很难以平衡下去 孝敬父母是正确的 但孝敬父母同时又帮尘弟弟 在自己还入不付出的情况之下 你瞒着他把钱给家里面 你觉得你这样做光明正大吗 而对于女生来说 一个女人的强势最后 一定导致的是自己受伤害 表面上张牙舞爪的人 其实内心往往更缺乏安全感 所以夫妻之间 谁也不要有谁离不开谁的想法 或者是谁在这个家庭当中 更重要的想法 今时今日还在一起 是因为有爱有依恋 哪天要是真的分了 那是因为早就已经心如止水 凉了心了 所以如果你们今时今日还要过下去 不要以金钱大小的付出来衡量 你们对于家庭的贡献 而是大家都尽心尽力 有钱的出钱 有力的出力 来维护整个家庭的完整 好吗 就这样 很想过哈 那他改了就可以 他改什么呀 谁改得了 其实我们经常就发现这个问题 在生活里面 我们最容易犯的是常识性的错误 你结了婚 你不给这个家带来收入 你还特别厉害的时候 我是有理想的 我一定能成 我们不是说一定要收入 我们看到了你的付出 挑你的地方 其实就挑在了 不给家里面镜像 你全都寄回了自己的家 这个确实让人怀疑 你对这个婚姻 是不是有其他的想法 对不对 如果想好好过 从尊重开始 其实每个人对家庭的付出 都挺多的 你们在一个人挣钱的基础上 这一家人也熬着 为什么你不能再加一把火 让日子变得更好 对吧 一指气使地 不尊重别人错了的 道一个歉 只顾及了自己爱好 和自己所谓大家 没有顾及小家和妻子感受 都道一下歉 我们重新开始 好了一起真情六十二 老婆 其实我知道你一直都挺辛苦的 刚刚主持人 包括嘉宾跟我这样讲 以后生活当中 你把脾气稍微收敛一下 我也退一步 用业余的时间来做这个 我还也可以去找个地方上班吧 好不好 然后我也多尊重你 要往家里去寄钱的怎么样的 我都给你打招呼 跟你说 好吗 可以 那你这样跟我说的 我也承认我之前是 有些时候会埋怨 跟你不跟你面子 不尊重 这里要跟你交的路好吗 谢谢两位请回 谢谢你们 感到危险 来 请关门 同学视频 就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来吧 看结局 请开门 来 有请我们的小华童 有请 好 谢谢 好 来 我们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来嘞 谢谢你们 祝你们幸福 请回 在梦里 全是你 不要再指引 把我抱紧 好了 看到这个场景 今天挺开心的 希望他们能够 更幸福吧 下面一对 遭遇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 各位请看 我俩在一起 一年多的时间 他一直对我都挺好的 可是后来我觉得 他真的一点空间 都没有给我 我对他特别好 想要什么给什么 哄着他 哄着他 但是他却越来越不在乎我 我觉得他现在已经都影响 我正常生活了 搅和得一团走 我真的觉得受不了了 我就是想让他跟一信 保持一下距离 因为我觉得他跟一信 走得有些太近了 现在他老是给我甩闲话 甚至提出一些 无礼的要求 我真的觉得太累了 真的不想跟他 继续相处下去了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小白 23岁来自甘肃火岸公司 女嘉宾小新 22岁来自河北 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啊 咋认识的呀 上学的时候认识的 大学同学啊 对 你已经毕业了是吗 孩子 正在实习 一个专业吗 不是 方便说说怎么认识的吗 就是学校有一次 组织一个元旦节目 他就是学跳舞的 我就看到跳舞的时候 感觉这女孩子 跳舞挺好看的 而且人也长得好看 我就跟我身边的朋友 和同学说对她有意思 然后就我有一个女同学 去帮我 要到了她的微信号 然后我就加了她 跟她聊了一段时间 过了差不多有一个多月 我就约她出来 跟她表白说我喜欢她 她也就当时也就答应了 现在谈了多久了 谈了一年多 小片里我看 你女朋友说 你现在管她管得很厉害是吧 为什么呀 就是她现在也是实习 有一个同事 在她上次过生日的时候 给她发了一个52块1的一个红包 52块1 这红包 我觉得心里感觉不是 当时过生日吗 就是发一个红包表示一下 我觉得挺像的 但这个在我心里想 肯定有什么意思啊 52块1的 后面还说 不要让你男朋友知道 不然她又给默契了 我就感觉心里很不是滋味的 就我俩从开始到现在 她就一直对我挺怀疑的 从我的伍伴 然后到同学 朋友 再到我现在的同事 她都让我解释 我早就跟你说过 那个男同事对你有意思 让你跟他保持一点距离 离他远一点 你把我的花蕩牌封了 我也没有干什么呀 过生日发个红包 我觉得很正常的一件事 我说同事嘛 在一间办公室里坐着 低头不见 抬头见的 我就感觉她 对我的朋友有意思啊 我怕时间长了的话 我他们两个在一起了 她就这样一直采用 我都把我手机翻烂了 就一直什么看聊天记录 我威胁 我不翻人席嘛 我有一次看你 聊天记录的时候 你跟其他同事 聊天记录都在 为什么跟那个同事的 就没有啊 那让你看见了 又要问东问西了 我因为这个 跟你吵架至于吗 我自己还生气呢 她每天都会看你 聊天记录是吗 她就经常翻我手机 我不翻能行啊 这不翻的话 就让她搞地项链了 她就一直这样 这件事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我的天哪 还有上学的时候一伍伴 我跟我伍伴在无论教室排练 然后就是开始人挺多的 后来剩我俩了 然后就是聊得也挺开心的嘛 然后就坐在无论教室 外边的台阶上 我俩就坐那儿 然后就是喝点酒吃点东西 因为聊得挺开心的 后来她就板着个脸 怎么聊得开心 你是你跟我说 你是在跳舞啊 但是我看了 你没去之前 我们是在跳舞啊 但是我没看到你跳舞啊 我看到是你们两个在喝酒啊 吃零食什么的 是是是 那是因为聊得开心嘛 然后跳完了 就在外边聊了一会儿 她聊得挺开心啊 我让你走就还不走 至于吗 因为点小事 天爷因为点小事然后 不是不是那酒从哪儿飞下来的 不是跳舞 那酒从哪儿来的 就是她兜里 有那么两罐啤酒 然后就拿出来了 这那五罐还随身带酒啊 因为是男的嘛 你随身带酒吗 不是 他那个 跟他的那个男伙伴 他带着酒 你去了以后就拉他走 我去到让他走 他说让我 叫我坐下一起喝 我说我哪有一心思 跟你们一起喝酒啊 你跟他喝了呗 我哪有那个心思 我就跟那个男的说 就不要再勾引我女朋友了你 哪有勾引 我们正常的朋友 他是我舞伴 你说拉丁舞能一个人跳吗 我跟你跳你会吗 那就可以去跳个其他舞蹈 非要跳拉丁啊 你就总是这样猜疑我 你说这样是一次两次了吗 还有一次 最让我害怕的一次 就是我们舞蹈队出去聚餐 然后刚从那吃饭 他的微信消息 就一条条弹进来 说你旁边的男生 为什么敬你酒啊 对面的男的 为什么跟你聊得那么开心啊 我就特害怕 我觉得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 一直盯着我 盯着我 盯着我后背发凉 那我问你去哪吃饭 你也不告诉我 我就只能偷偷跟着你出去了 你干嘛那么不相信他呀 我就黑派别的男的对他有意思 他喜欢的不是你吗 他不跟你谈谈女朋友吗 但是我怕时间长了 他又不喜欢我了 真不喜欢你 还跟你在一起这么长时间干什么呀 你们这恋爱谈得累不累 你累吗 累啊 你累吗 累特别累 分手啊 但是他就是之前对我也 怎么了 他对你怎么好 你把这好说来听听吧 就是我脾气因为特别差嘛 他就是那种可以一直哄着我的人 一直把我哄到高兴的人 然后有什么我想要的东西 他都满足我 我想要什么好吃的 他都去给我买 他对我挺好的 就是一直猜疑我怀疑我 还最后因为同事那件事 让我从公司辞职 因为实习嘛 找份工作也挺不容易的 那你说我对你那么好 但是你为啥又欺骗我 就跟别的男子在一起 我欺骗你什么了呀 我跟谁在一起了呀 就你跟那个同事 和其伙来欺骗我呀 就因为 我骗你啥了 你给我说说 你这个说话老说一半 他们俩怎么骗你了 孩子 我看他俩的刘切记录 说什么 发个50万块钱的这个红包的事 就是我就一直心里感觉 不是滋味 还不让我知道 你发个红包 我知道又能怎么样 你知道又要问东问西的猜疑我 因为这个吵架至于吗 不是你明明知道他爱吃醋 你就注意点不就得了 你跟男同事说 别发啊 祝福收到了 我男朋友容易吃醋 同胞我就不要了 心意我领了 谢谢了 可以了 但是我已经收了 这件事已经发生了 他就因为这么点小事 天天追着我问 你明明知道他爱吃醋 干嘛跟伍伯喝酒呢 你跟伍伯说不好意思 我不能喝 我男朋友太爱吃醋 要不然把男朋友叫来 咱仨一起喝不得了吗 因为我觉得这样没什么 我实在受不了 尤其是辞职这件事 我就是黑洞时间一长 他跟那个同事走到一块了 让他换个工作环境 那换个工作环境 就没男的了吗 世界上除了女的就是男的 我就闹了闹了 你有我 有我就够了 你非要跟那些男的 有特别亲的关系 你想怎么着你就放心了兄弟 我就是想让他别跟一些异性交往了 就所有的异性都不能交往 说话什么的可以的 但不能走到太近 你不能单独去相处 人家叫你吃个饭什么的 你不要再去了 他经常提那些无理的要求 就有一次我从科技站 我朋友接我回家 非要让我在车上拍个小视频 还加一句他特定的词语 说一句恭喜发财 我就觉得特别无聊 我这就是想看一看你身边是谁 有没有男的 我发那些恭喜发财 我说的特定语就是 代表你是当时发达 别拿以前的那些视频来忽悠我 见我 真不容易对孩子恋爱谈的 你发了吗 发了呀 要不他又该跟我吵了 那还有你夜不归色是怎么说 我不是提前告诉你吗 我跟朋友过生日 就是说你是过生日 但是你一晚上没回来 玩的晚了 然后我们一帮人 就在那住下了 但是一帮人不是我一个人 但是那天早上你回来的时候 是一个男的把你送回来的 他谁啊 我不是跟你解释过了吗 送我们一帮人回来 你只是看到他送我一个人下车 那我问那个男的谁啊 你为啥不跟我说啊 你就整天这样问东问西的 让我给你解释 有什么好解释的 就是朋友 这都不用解释了 我其实很好奇 是你男朋友吗 是 对你好吗 好 喜欢他吗 完了 喜欢 那为什么不带他一起参加朋友的聚会呢 因为那些人他也不认识 我觉得特别不方便 对 你介绍了就认识了吗 有什么不方便的呢 就觉得玩不开 因为都是我的一些朋友 对 你的朋友不影响啊 反正就是觉得挺不方便的 咋不方便呢 就是大家朋友都一起玩啊 我是不知道应该跟他在一起 还是跟我朋友一起玩 因为他是那种 看不得我跟所有男的 就是 你要带他去他不就看得了吗 我就想着 你现在有男朋友的人了 跟那些一心朋友 保持一定的距离 离他们远一点 你是觉得全世界男人都喜欢他 对吗 有这个意思 你这样让我觉得太累了 你们俩都够累的 男生有男生的累 女生有女生的累 你的这个情敌这么多 你为什么还能坚持一年多呢 就是我有这么一个 漂亮的女朋友 感觉挺自豪的 挺高兴的 我不想让其他人得到 也就是只是属于我个人的 不是属于其他人的 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 对 就是我心中的女神一样 这是个女神 只是我个人的 不能说让其他人 跟你有一点接触 这可麻烦了 来 老师们看看应该怎么办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你们俩的恋爱一点都不好看 因为来自于 两个极其自卑的人的恋爱 你爱你的女神 是因为你这么自卑 居然会有一个漂亮的女孩子看上你 而你又那么自卑 觉得全世界的男人 都比你强 而不是全世界的男人 都会爱上你女朋友 所以你才会把所有的男人 都当成了假想敌 而你也是那么的自卑 如果你是一个足够自信的女孩子 你会在同事给你发 52块一毛钱的红包的时候 告诉她 我有男朋友 这个数字不太理想 你可以给我发一个别的 什么666啊888什么的 就像你也一直在讲 我生活中总是有那么多的异性朋友 你从来不会对他们说不 他们让你跳舞的时候一起跳舞 他们让你喝酒也一起喝酒 他们说今天晚上我们玩的晚了一点 我们要一起在外边过夜 肯定没发生什么 我也相信你 但是你却在那个时候 不会考虑说我男朋友怎么想 以及我本人是不是真的需要留在这里 太自卑 所以不懂得怎么拒绝他人 你害怕你的任何一个拒绝 都会使你失去好人员 失去吸引力 而他对你的百依百顺 正好又喂肥了你的这个自信心 你只有在他这里才能找到充分的自信 两个自卑的人在一起的结果一定是相互折磨的 我一直都认为好的爱情是能够催生彼此身上的优点 你见到他了以后 你的自信会爆棚 然后你的自卑呢会慢慢的减少 你会向好 而你得到他了以后 你的自信会增加 因为连女神都会爱上我 我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 可是你也都没有 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催生出来的 还是彼此自卑自卑更自卑 如果克服不了这一点 你们在一块的恋爱会越谈越难看 慢慢的两个人只剩下纠结和纠缠 你们的爱情一直是你点着脚往上够 你够啊够啊好不容易给他抓到了 然后他是风筝 需要在天上飞 但你一定要把这个线往回拽拽拽 这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一种矛盾 当然女孩子自己本身的一些行为有一些问题 可是没你说的那么夸张 我尤其不太认同你的那种想法 他是我的 他怎么是你的呢 他都不是他父母的 他是他自己的 他独立地存在在这个社会上 有他自己的生活 有他自己的工作 工作环境 不要跟任何男人有接触 刚才赵川老师跟他说话了 赵老师喜欢他 图里老师看他了 图老师喜欢他 我们每个人生活在这个社会上 就会有这样的接触 但是这是很正常的 你不要把所有的事情想得那么的狭隘 当然女生的问题就是 太自由 521 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收的 都能发的 然后 不告诉男朋友自己在外面干嘛了 也不归宿 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对于你们两个人 我给到的一个爱情建议就是 女孩子一定要明白 当自己有男朋友 或者有先生的时候 要懂得和异性之间必先 然后男孩子 给到你的建议就是 如果想要留住一个人 就要成为更好的自己 不是拽能拽得回来的 要放得出去 收得回来 祝你们幸福 谢谢 男生送你一句话 当你总是担心一样东西 会溜走 那说明你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东西 人也是这样 如果你总是觉得 他会跟别人在一起 会离开你 那说明你从来没有拥有过他 你刚才反反复复强调了几个关键词 第一就是跟女生说你有我就够了 对吧 对 这句话很有毛病 你有我就够了 你的意思是说 他是你的一切 他是你的一切是有问题的 如果你的世界里面只有他 那你是他的附属品 而问题恰恰在于他拥有你还不够 你生活当中有他还不够 对不对 对 还要什么 朋友 除了朋友还要什么 自由 还要刺激 还要跟别人在一起的玩闹 有他还是不够的 对不对 所以你很贪心呢 所以我也送你一句话 当一个人在你身边总是让你觉得不自在 说明你从来没有爱过他 一个真正爱你你也爱他的人一定是让你放松的 怎么可能总是感觉有一个人在眼睛盯着你 你之所以感觉有一双眼睛在背后老是盯着你 是因为你自己也知道你做的有一些事情是没有尺度的 如果你认为自己做的事情完全没有问题 你还怕别人盯着 我告诉你姑娘 如果你自己尊重自己 就承担应该尊重他对你的好 也尊重别的男生给你发521的时候 你应该在他面前表现出你的自尊 是 这个女生是挺漂亮 但是再怎么漂亮的话 她心不在你那 那跟是不是你的女朋友没有关系 你明白吗 明白 所以你要记住 第一 如果要谈一段恋爱就信任对方 第二 要得到一个女人不是得到她的外形 而是要得到她的心 并且是心甘情愿 保持识度啊 别等他要哪天遇上坏人的时候 那真是叫天天不灵 是吧 有点 三位老师话都记住了啊 记住 你也记住了啊 记住了 青春岁月 很精彩 除了爱情还有其他的 别天天除了恋爱 就是恋爱了 一起进入真情六神 我俩都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 也挺不容易的 我确实不想让你离开我 我时刻盯着你 都是 黑派你跟其他男的走在一起啊 我这个做也是爱你的你 你对我一直都挺好的 但是就因为这么点事儿 让我从公司辞职 我真的是受不了你 而且你也不是一次两次这样 你辞职了可以再找份工作啊 我给你换个工作环境啊 非要在那个公司上班吗 你这样让我觉得太累了 哎呀他们说都明白了 其实他们一句都没听进去 谢谢两位请回吧 来 请关门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我们的爱情到这儿 刚刚好 剩不多也不少 还能忘了 有话跟他说吗 啊 既然得不到 我现在也明白了 他要走就走吧 或许走了对我俩都是一种解脱 我也不用整天监视着他了 他也不用时时刻刻都防着我了 回吧轻松的生活吧 谢谢你 我们的爱情 好了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结局 希望他们可以通过这个舞台长大吧 有网友提问 我跟老公结婚六年 孩子五岁 他也经常性地不回来 有一次我出去给孩子和他买衣服 孩子让他爸妈看了一天 回来就跟我吵 现在他还要跟我离婚 还要我啥也不要叫离婚 我该怎么办呢 欺负与被欺负是有惯性的 如果我们的贤良淑德不能敢化别人的话 那就用我们的强大和彪悍来保护自己吧 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